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印度它的国产航母就是维克兰特号 在去年交给印度海军以后 这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印度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水面舰艇 虽然只有4万多吨 但毕竟是国产航母 经过了17年这样长时间的坎坷的建造 终于交给印度海军了 那么航母的主要作战武器 它是舰载机 而过去它从俄罗斯引进的维克拉玛迪亚号 就是原来俄罗斯的哥尔科夫号 这艘航母也是4万吨级的 但是它使用的舰载机是米格良9 印度认为米格良9这种飞机 在现在的海战中或者是空战中 已经不占优了 无论它的制空时间 挂单量 还有它的航电系统 都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了 那就要采购更先进的舰载机 因为航母虽然说印度能造了 但是这个舰载机呢 印度还造不了 所以呢要选择 那既然俄罗斯的舰载机 就是落后了 那就选其他国家的 就在美国的 就是大黄蜂 还有就是法国的阵风 这两种机型里面进行选择 那当然这个美国和法国呀 就成了激烈的竞争对手 最后呢在今年啊 就是这个印度终于决定 准备从法国购买它的 阵风M这样的舰载机 因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也使用的是这样的舰载机 而且呢戴高乐号这个航母呢 虽然核动力的 但是它的排水量也是4万吨级左右 和这个印度的这艘 就是国产航母啊 就是排水量差不多 所以呢 它就选择了法国的阵风M 因为这个在选择的过程中啊 表面上啊 印度说这个法国阵风M啊 它这个战机啊 起码是优于俄罗斯的米格良9K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优于中国的歼15 那我这个航空母舰上使用了这样的舰载机以后呢 可能就是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打黄蜂啊 那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 而实际上呢 这个印度啊 它的海军有两个舰队 一个是东海舰队 一个是西海舰队 这两个舰队啊 分别使用啊 就是不同国家的这种装备 你比如说 呃 这个一个舰队使用 就是苏制和俄制的舰艇和潜艇 而另一个舰队呢 使用就是美英法啊 这样西方国家的这个水面舰艇啊 潜艇啊 包括舰载机啊 它是这样一个分配 那当我们和就是印度的啊 这些海军的军官已经交流的时候 就询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呃 这个苏联和俄罗斯的装备 和美英法的装备 它是不通用的 无论在训练方式上 还是在这个后勤补给上啊 还是在这个作战装备的性的 都有很大差异 不能够互相的取代 或者是这个互相的替换 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 就是装备的人员培训 维修补给 这些没法通用啊 呃 只能是各搞一个后勤 各搞一个就是体系啊 但是呢 这个像舰队啊 就东海舰队 或者是西海舰队啊 这个舰队以上的这些高层的军官 特别是作战军官 他要在两个舰队啊 都要代职或者任职 熟悉两个舰队的装备的情况 然后在使用中呢 才能够就是知道 呃 两支舰队的作战的能力 和装备的性能 呃 实际上呢 这也决定了 就是印度啊 他的国防政策 或者是对外的外交政策 决定了 他将来的作战能力 因为 这个 两个舰队装备是不能混合的 那这就带来问题 比如说在过去的啊 战争中 比如说英阿玛岛 战争的时候 那这个 在英国的施压下 法国 就停止了 向阿根廷 提供原来答应的 超级军旗 这样的飞机 呃 还有啊 就是飞于这样的 空对舰的 呃 导弹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对阿根廷 釜底抽薪 所以呢 这个 在英阿玛岛之战的时候呢 阿根廷 他就 没法用 战机和导弹 来打击英国的军舰 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呢 当 就是北约的土耳其 购买了俄罗斯的啊 S400防空反导系统以后 那美国就制裁他 就 你不是不买我的爱国者吗 那好 那你的这个 F35这种以針寨机 美国也不向你出售了 断供了 所以印度 他也面临着这样问题 如果 他的外交政策 或者国防政策 发生了变化 他得罪了俄罗斯 或者是说得罪了美英法任何一方 那他的一个舰队 可能将来就面临着装备 没有后勤补给 没有新的补充了 所以他要考虑这个问题 他不能得罪啊 就是俄罗斯或者美英法任何一方 他必须要保持一种中立 那这也是对他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一种制约 所以他这次选择购买法国的 就是阵风M型的这个战机啊 实际上呢 他可能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他未来国防政策 外交政策的变化 再有呢 就是法国的这个阵风M呢 也给他做了一些改进提升 就是能够让他在升空以后呢 探测水下的潜艇水面舰艇 因为要给他增加新的雷达观测设施 所以使他的作战性能呢 也有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他和中国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这个国产航母 比如山东舰 他的这个舰和就是舰载机啊 我们讲的坚15辆的飞机 完全是中国自己研发的 他不用看就是美英法的脸色 他也不用看俄罗斯的脸色 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和自己的国家安全需要 来建造什么样的飞机 来使用什么样的飞机啊 来建多少 而你这个印度做不到 你必须要看双方的脸色 你自己造不了啊 一旦得罪了任何一方 你可能物件装备就要断购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不是想造多少就造多少 人家不给你 或者是把关键的技术卡住你啊 那你到时候就成了五米之吹了啊 你要舰载机 不能起飞的话 那你这个航母有什么用啊 就是一个海上的平常的机场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印度啊 他在购买舰载机的时候 实际上他应该考虑到 他的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 他应该考虑到自己国防工业的发展的前景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